他说有个1.5伏特跨接0.5欧姆 请问你每秒钟提供的电能 然后来暂停 每秒钟提供的电能就是电功率 一秒钟一焦耳叫做一瓦 所以他就是电功率 所以未来他就是问电功率的意思 就是问电功率的意思 一秒钟就是问电功率的意思 那也一样 这边呢 我有1.5伏特是电池电压 我只串一个0.5欧姆 所以0.5欧姆的电压也就是1.5伏特 那么我就我有电压 我有电阻 所以公式是B平方出以R乘以T 然后呢 就去往里面带就好了 然后 那我们现在是故意用ITV做的 为什么要故意用ITV做 因为我要你复习电压跟地龙电阻的关系 就故意麻烦做 不要直接打 然后呢 我就算电阻0.5欧姆 电压有1.5伏特 所以算出他的电流多少 他电的叫3安培 然后再去按ITV 再去按ITV 我们这是串联嘛 所以电池的电流 就是总电流 就是0.5欧姆的电流通通都一样 通通都一样 所以就是 电炮电阻的电流13安培就好 是电子电流3安培 带去ITV 来你去 就算在4.5胶了 就解决掉 容易 没事 好 那下一个一样 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是他有10分钟 就不是一秒钟 是有10分钟 然后电池有两个 各式1.5伏特 然后一样带进去 看看你要怎么样 OK 我们找可爱小女生 我觉得他应该睡着了 不会 13号 没来 对 No.5 P0.5 P0.5 5号 你又要站起来告诉我 你不会对不对 起来 对着我微笑 然后说我不会 请坐 你每次都不会 现在我就不回头去算了 不用跟刚才一样说 这算ITV了 我就直接带这个 V0.5出于他乘以梯了 OK 然后呢 总电要是分家的盒 所以他就是1.5加1.5 会变成三伏特 然后呢 这个叫做1.5欧姆啊 然后呢时间那么多 哎老师不对啊 1.5欧姆是那个灯泡啊 那你再算的是那个灯泡的消耗啊 没关系嘛 好像讲过 总消耗给什么啊 总提供啊 所以电池提供多少 灯泡就消耗多少啊 所以我去算灯泡消耗一样嘛 没有问题的 往里面带嘛 灯进去 认真算数学 答案就出来了 三千六百焦了 三千六百焦了 OK 这就是我们算的方法 用到刚才讲过了 总提供就是总消耗 我去算灯泡的消耗 就是我的电池的提供 然后看你给我什么条件 我就带到什么公司里去 我在这个练习里面 我就没有再算ITV了 就直接带公司 直接求了 跟我前面做 前面是为了让你去复习一下 电压跟电流电阻的关系 所以我故意那样做的 可以吗 可以